上個星期 阿成哥的親海宅 親海宅還是逆 日文漢字 有人入市 很少見到有人接受訪問 不怕露養 很多人覺得買到樓是人生大贏家 不要來的 香港有樓是 很多人說親海宅 油堂的親海宅 前所未有這麼便宜 三百多萬買到 其實是居屋價 其實是210呎就280萬 平均呎價是14997至10 萬五都不用 還有居屋 居屋又很便宜 這班人是完全不怕燃養的 人生贏家 很多可以抽到高屋那些 買樓啊 17倍的概念 好像很厲害 但其實是跌得很厲害的 如果你說超額營購的倍數 最多的時候 黑暴 黑暴那時才多 2019年 高峰是62.4倍 其實對上的高峰 就是62倍 你有沒有看到 好奇怪啊 為什麼呢 佔中 為什麼會在社運高峰的年份 認購居屋的日費數 是最多的 反而那些人佔中 或者反送中 但是那些人上街 那些人對香港是零射有信心的 是不是可以這樣去解讀 可以這樣說 反而國安法之後 其實2019年之後都跌了 但是國安法之後 都是一直這樣跌下去 柔亂及自 柔智及興 這個首先由亂及自 國安法立法 由自及興 再跌下去 跌深一點 你到底真的是 現在 我們凡事要往好方面看 為什麼現在的人 會這麼熱切入表 18歲女 第一次抽居屋 便宜 還要穿得這麼清涼 第一便宜當然 大家都知道便宜 第二 現在機會大了很多 18人欠個位 什麼概念 跟以前比的話 容易了三倍 容易了三倍 還有現在的折扣 折扣價是多少錢 以前是6至7折 現在是多少錢 現在是相對的定價 居屋 居屋 看看這一堆的定價 最大呎數的 就是518呎 最貴的都是372萬 518呎 372萬 現在是不用一萬元呎 另外 這個就是屯門的 市區 觀塘 我想 觀塘這個安華語 應該最多人去抽 應該是 但有990個單位 即是不多 其實啟德那邊 就最容易中 相對來說 因為單位數最多 但是 如果以最貴來計算的話 475呎 都是494萬 剛剛好多 比一萬少少 如果相對於親海澤來說 尤堂和啟德 又不是差很遠 也算九龍東 也算是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是以現在新的定價 三分之二 所以現在居屋的定價 都很更新的 現在都 亦都可以這樣說 你說李嘉誠 玩殘過市 李嘉誠 阿誠哥 自己玩攬炒 現在房委會 跟他陪他 現在這個房屋處 還是什麼 房委會 都陪他一起玩攬炒 根據誠哥最新的定價 六至七節 他不會 成哥的價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屍樓來的 沒有人敢買 其實是 我想十倍都相似 如果是就 十倍認夠都相似 好了 現在是這樣的價錢 是嗎 你再搞下去的話 你現在等於認了 你是認定了 現在整個價格 就是市價了 你剛才說的 你一天不租那些 那些菇盤 那些吉舖 一天就不會認價 嗯 現在 接二連三 有這樣的指導價 出來 現在是 怎敢飆高價 現在是 所以那些 絕對不可以 再放租 有人就說 現在買樓的 就是藍絲 來的 就是 壽司達 你看一下 上個星期 就買親凱澤 吳氏夫婦 就是 她老婆的臉 就是 幾次